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郎 之前的话给大家发了一期四千美岛的宣传视频 反正大家的反应褒贬不一 就大家各有各的看法 有些朋友说四千美岛那边就比较偏僻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远离中国本土 就是说现在过去旅游也好 过去考察也好 确实是比较不方便 今天的话看老郝的新闻 就看到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从万象到巴社的这个高速 已经是立项了 全程是578.6公里 初步造价预算51亿美元 就是7号老郝总理府正式批复同意这一方案 这个是中老共同投资的 所以说四千美岛 这个远景还是可以的 当然我在这里的话 也不是卖房子 也不卖土地 只是跟大家探讨一下 未来的一些投资环境 大家可以共同研究研究 有没有什么可以投资的 之前的话在跟四千美岛 他们项目相关的负责人 也有聊过这个问题 未来四千美岛的话 这个机场是在规划之中的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有必要 因为一旦四千美岛机场建设成功 高速也通车的 那这个地方的 这个升值空间就慢慢的就上升了 给大家聊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想通过大家的眼光 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在四千美岛 我们有没有可以做的事情 有没有可以投资的东西 目前在老挝的话 经济特区像金三角 墨丁应该也算一个 四千美岛就等于说是第三个 前面的这些的话 已经都是开发的差不多 后期进入的 这个门槛就会比较高的 四千美岛现在开发的 还不是很完善 但这个的话应该还是有空间 而且我是听说 未来国内到四千美岛 这个航班的这个费用 应该会控制在五百以内 这个东西的话就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就可以带动这个出境的这个旅游 如果说在特区之内还能免签的话 就旅游观光旅游度假这一块 应该还是会比较火爆呢 关于四千美岛的话题 等着我去老挝的 有空我去转一转 然后再跟大家继续聊这个话题 因为现在都是纸上谈兵 没有去看过 所以说也给大家介绍不了太清楚 那这一期的话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下一期聊一聊中国和老挝的旅游 好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